其实我见到很多人不断问淡仔 其实我都是想问你淡仔 我讲讲大家的问题 因为都不少人想问 例如chart room有人留言说 2217仔新股攻略 还有问淡仔攻略 可不可以顶头除非 Ken Yang又问淡仔抽不抽得过 策略如何 他就资金有限的打算少 大家都很想有兴趣去问淡仔 我简单讲一讲他的招股详情 等待Stanley帮我们分析一下 值不值得一抽 或者策略应该怎样 刚才我说了淡仔的上市编号就是2217 其实今天就开始就招股 去到下个礼拜二为止 每股招股价介乎3.3.3到4.1.7 每手1000股 入场费大约4200多元 计划发售3.3500万股 其中一成是公开发售的 集资最多大约13.9700万 大约5成7就会用来扩大香港、内地、新加坡、日本 和澳洲餐厅网络 预计10月7日挂牌 大家都知道淡仔经营淡仔三哥米线 和淡仔云南米线两个品牌 公司就截至到三月底的年度为止 那个日历就是2亿8800万 增长是超过五成 收益17亿9千多万 增加大约6% 这些就是公司的招股详程、数据 怎样看淡仔这个价每收4000多元左右 Sandy 你觉得价格又吸不吸引 其实大家都知道淡仔很出名 人气一定有 不少人还有情意结 我们刚开始节目前也有问我有没有吃 我就说我都经常吃 因为家附近也很方便 大家就会想到最近始终的市况 都有一些幽泪 究竟新股的策略应该怎样好 现在我这么说 你觉得很适合 人气一定是爆灯的 大家 我想很多人都会吃过 纯粹是以这个情意结 你说抽一下就无妨 不过我会这样看 我这么说 用一些基本的东西先说 它的估值 如果上年赚2亿8千多万 如果你计算它的估值 它的历史 你当历史估值20多倍 那就合理 就是没有吸引量体 但是有一样东西 如果你看到业绩里面 为什么上年 它的纯粹会称得这么 2021年3月底子的年度 应该可以大概 达2亿8千多万 当中有大概是1亿7千多万 其实是一些政府的补贴 或者是宽减 所以你这么计算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那个核心的盈利能力 大概是1亿8千多万 它也预计回来 因为可能你预计今年 可能没有了这些 这些补贴 这些东西的话 它那个业绩 其实会大幅度 就是会减少回去 所以如果你当它1亿5亿的 可能当它1亿5亿的 叫做是赚钱的话 那些这样的数据 都是在20-30% 我只可以说它又不算很贵 但是你说是否很吸引这个定价 一般 但是只不过 如果大家真的要抽的话 少许是可以的 你说这些市况之下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市场的气氛 可能对于新股来说 它的人气比较高 但是市场的气氛 现在不算特别理想 所以你说抽呢 我没有什么意见的 但是你说要顶头除非 大家量力而为 还有我觉得大家小注抽一下 就无妨的 大大注抽呢 你就要想一想 因为现在市场的变化 或者消息面 变化可以很快 因为最主要是 根本的消息 还有行李这件事 怎样去演化下去 其实是有变数的 因为记住 不要忘记抽新股 其实那段时间是真东期来的 就是你抽完新股之后 你真的被锁住那些钱 所以你突然转 就算了 我反而愿意小注好些 因为为什么呢 你小注的话 你起码还有些资金 部署回 如果假设市场 可能突然有些 比较大的波动的时间 你可以可能 那符钱 可能你到时候 部署卖伙伙伴 可能更好